一千万万 一千万万 一千万万万 都干什么呢 站住 黄老师 你找我 彤彤闯祸了 倒也说不上惹祸 算是有点行为不当 他怎么了 你让他自己说吧 你怎么了 我说我敢和男孩接吻 他们都不信 我就赌了呗 然后呢 然后我就找丁杨亲他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好 我说说 还不赶紧给老师承认他道歉 老师 我错了 向老师 你看 他都认识错误了 这就算认识错误了 好 如果您说的是作风问题 彤彤刚从美国回来 他的行为居始 或许跟这边的孩子不太一样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这就是你教育孩子的方式 说得惭愧 我平时都不在家 那就请多再见啊 而且请提醒他 这里是中国 不是美国 好的 这个智能力是从美国带回来的 八百比赛 谁喜欢出个价 来来来来 我出个价 来来来 我出价 八百 八百好 我跟你们说啊 我这智能力九重新的绝对超值 会来大盘卖啊 一千二 一千二百 一千三 一千三 都干什么呢 站住 二位先生 这是我们段总的女儿 游乐场的项目 就是我们段小姐负责的 段潇潇 我爸有事 游乐场的事跟我聊吧 游乐场的销售总监 定上架 你好 游乐场的创意总监 张鸿青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喂 为什么 可是 行 我知道 小段总 小段总 真的不好意思 我临时有事 要不你们先聊 我们赶紧再约 好不好 真的不好意思 我 来 那咱们聊吧 你说了算吗 你等我会儿 比我还不靠谱啊 这儿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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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去啊 董董的学校惹事了 江老师刚刚给我打电话 我得去学校一趟 那你聊两毛钱呢 都接触上了 你跟他们聊啊 我总统一出事 我都什么心思也没有了 我告诉你 你一会儿自己打车回去啊 人家不跟我聊 请进 陈老师 不好意思啊 我给您添麻烦了 事情的经过张同都跟你说了吧 说了 说了 我已经批评他了 您教育得有道理 那张同意识到做错了吗 老师跟你说话呢 我哪儿又错了呀 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那么倔呢 我刚跟你说你没听懂啊 你还没错啊 你们批评我可以 但是讲错道理行吧 看来你是真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对吗 你在学校就得听老师的话呀 你赶紧承认错误 行 我承认错误可以 但是你告诉我哪儿错了 好 那让你爸告诉你 你错哪儿了 我错哪儿了 你说 我错哪儿了 你说 你这不明白什么 在学校不听老师的话 这就是错误 老师的话不完全是对的吧 他们总得讲道理吧 对 好 那张同 你把你的道理说出来 我没偷 没抢 没坑弄拐骗 没出售那个伪劣产品 哪儿错了 对 你是没有出售伪劣产品 但是你卖的是没 对 你卖的是美国商品 你持美国护照卖美国商品 你交关税了吗 什么 你没有交税啊 你逃税漏税 这就是犯法的行为 你错了呀 讲我好像对吧 童童真的好有经济头脑啊 他说把旧的卖了 买了一个国产的 不但掙了一千多块钱 还支持了国货 好聪明啊 关键是老师怎么说你啊 他是不是说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家长 我觉得我们妇女啊 快被组织给放弃了 不过经过这次事情 我觉得 我真的对彤彤了解太少了 她在想些什么 她喜欢什么 她每天做些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 而且啊 原本帮她找寄宿学校 是希望她更快地 融入这个环境 但是现在 我们沟通的时间反而少了 所以我觉得 真的每个家长 应该仔细去思考一下 就是寄宿学校 对于亲子关系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 你女儿真的挺像你的 不按常理出牌 有句话说得好 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怎么觉得 这句话听起来 不太像是赞美啊 当然是赞美了 很多事情呢 要细水长流 每次呢 有一点质的突破就好了 关键是 彤彤知道了 在重要的时刻 她爸爸跟她是一伙的 那妈 那必须的 你最近工作怎么样 还顺利吗 最近就在忙 正常游乐场那个案子啊 甲方的小女孩 也不是一个这样闪耘的灯 你说我身边的女人 为什么一个个都这么难缠呢 有吗 你例外 有什么事呢 就直接跟我说 千万别客气 好呀 那我就不客气了 别客气啊 突然好尴尬啊 没吃过来 好oup 没有 还没吃过来